大家好 这里是塑料和批评书 我们的目光 关注上海 上海又出事了 上海又出了一个大事 继杨家同学和江王华老师 之后又出了一个英雄一般的仰慕 这回干脆就出在上海市政府下面的 一个研究机构 一个什么设计院 一个海归的博士 又把一个什么党委书记 又给一刀给宰了 这事闹得是吧 故事情节 哪同 也是因为不继续聘用他了 完了以后 都都是人吗 离开了单位 吃什么 喝西北风险 又没有市场博弈的经验 又不能像我们这种人 披萨肉厚 就赶在市场上找饭吃 是不是 我们这些年虽然也是个假不假的书生 但是我们已经 至少是我 我已经熬过来了 我的翅膀变得非常的坚强 坚硬 狂风暴雨 我都能飞 这个山头没饭吃 我飞到那个山头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养活自己是一副重断 但是如果你能够拥有自由的灵魂 和自由的行动力 养活自己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时很多个都市 他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所以咱说这个话题 也不要再去讲那些个成功学的鸡汤了 也不再去知道知识分子 怎么在市场上养活自己 这不关我什么事 而且我已经讲过了 我就讲那么三个意思 第一你有没有发现杨家已经构成了一种主义 真的是 今天的中国社会 杨家已经成为一种杨家主义 如果说没法沟通 最好就是白刀子红 白刀子近 红刀子出 最简问题 而且杨家主义 它有一个最迷人的地方 我不是鼓吹冒你 但是我只是实话实说 比如说杨家在宰那些个警察的时候 如果有女警察 他是不在的 杨家可不是一般人 意义上的什么杀人凶手 不是 他是冤有头 债有主 而且不欺负女人 不欺负小孩 你知道吗 江文华也是 你看到没有 他也没有去找 这个那个的 也没有去说抱一个炸药包 去炸幼儿园 没搞这些事情 也没有说拿一把刀 在马路上一通断桶 冤有头 债有主 这是杨家主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锁定对手 一刀之胜 你知道吗 就这么简单 而且不伤机 无辜 多好啊 那我们称之为杨家主义 是不是 所以从杨家到江文华老师 再到这个什么 这样的上海市政设计院的海归博士 我觉得牛逼 真的是 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还有很多个地方也出现同样的事情 但都是让人不齿啊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 我们都知道了 有冤情的话 你最好是出门向左拐 五十米就是政府 但是很多人他出门向右拐 右拐五十米是一个学校小学 这就没意思了 你说是不是 还有些人拿着刀在十字路口 一捅乱捅 那也没意思了 你妈跟咋不着 你捅那些跟你毫无关系的人干嘛 冤有头债有主 你直接找锁定你的对手呗 你结果人家欺负你 你欺负比你更弱的人 这就没意思了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从杨家到江老师 然后再到这位海归博士 都是牛人 我说实话啊 我也不玩什么认识正确 我觉得挺佩服 真的挺佩服 很好 我觉得 当杨家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 当江文华老师 作为一个秀才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当这位海归博士 作为一个秀才 一个知识分子 只能用刀子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中国社会就已经到了最黑暗 也是最绝望的时候了 真的 绝对是这样子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 为什么这些个读书人 突然斯文扫地 晚上就恶向胆边身 直接拿刀就解决问题了 为什么 你是不知道 在这样的一些个事业当委 你一定要记住是事业当委 高校的老师也是事业当委 什么市政府下面的什么 什么市政设计研究院 那更是事业当委 事业当委跟干部单位 比较靠近 都是这个什么吃黄粮的 你明白吗 财政拨款的 他不是市场上的人 这种人我跟你说 他离开了市场是干不了的 第二就是什么 这种这种单位的这些个书记 院长什么的 尤其是书记 那叫一个一手遮天 为所欲为 在他们的眼里 你这些个什么海归博士 什么江老师 什么这个那个的 那就是屁都不是 想宰你就宰你想骂你就骂你是吧 看你不顺眼就把就把你搞走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所谓的党天下造成的 人才的困境你知道吗 中国的人才是不恕尊重的 中国是什么呢 是是那种什么的啊 叫做什么 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政府体制下的 那一个不管单位大小 都是一个黑社会 这没错的啊 我这几天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特别抽标点的 一个一个一个有点小致命 都长得像猪头三的一个五毛 叫什么你一样啊 这种人我都不愿意提起 我看袁灿飞老师在那骂他 说他是他妈一不小心射出来 射到墙上了 知道吧 然后居然变成人 话挺难听 但是话操理不操 挺恶心 但是中国人心里都明白 最近传出他的一个视频 说什么是他最想删的一个视频 他都有这个认知啊 共产党的任何一个单位 我跟你说啊 都是一个黑社会 黑社会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老大说了算 你其他人都屁的不是 你的身杀语度 我全部在这个老大一个人上 想弄死你就分分钟的事情 没有道理可讲 想要你就 你就好好给老子干活 如果你不想要 你赶紧给我滚蛋 滚蛋 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 他已经完全不是文明社会 他也完全不是 以前我们说的是什么 啊 是金子总会发光 我年轻的时候啊 二十几岁吧 一开始也是淤淤不得志嘛 有一次出去开会 有一个这个政协的副主席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在一起吃饭 然后他也不认识我啊 然后旁边呢 就说啊 小伙子是谁啊 长得挺金人的啊 一看是个材料啊 就说那些话 知道吧 我也没听在意 后来我旁边有个人说 哎呦 这个小苏可是一个材子啊 在那小地方啊 材子也不算个材子 但是都那么说 然后就问我什么乃尼 我就跟他一无一时讲啊 怎么怎么怎么的啊 就给过来的 他说啊 哎呦 我明白了 你是个人才 你绝对是个人才 不用这个什么主人介绍 我都知道你是个人才了 为什么呀 你是一棵小草 被长期被一个石头 被一块巨大的石头给压着 但是这个小草会自己转弯 它都会长出来 哎 就是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 你如果有点你比如说像我就会文章写的不错嘛 哎 他总归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他真有点机会 知道吧 我告诉你 现在的年轻人哪怕你是海威博士啊 你一旦被这个领导不喜欢呢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就是我特别能理解江王华老师 还有这个海威博士 为什么要手起道路 要直接把这个党委书记载于马下 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知道你这个时候你千万千万不要什么呢 不要理中客啊 哎呀我要谴责抱你啊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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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这个总归有事好商量啊 是不是 没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啊 你说话站着说话不要头 你在那个单位你试试看看 你除了那个单位上下班 你外边的世界一无所知 完了以后你让他在市场上赚10块钱 他都转步到你知道吗 真的之前我也有讲过 大学的老师 中国大学老师 你共产党一个月给他涨100块钱工资 他还不在下跪啊 真的啊 觉得100块钱啊 100块钱在一个地方可以过好几天日子的 买菜买米买水什么的 是吧 不得了的事情 他们的日子都是算着过的算着过 绝对不能够大把大把的想吃什么就是什么 想买就买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100块钱对于他们来说涨100块钱的工资 比如说从5000涨到5100 这是个了不起的一个改变 感恩呆德 你让他去市场上赚钱 他没这个本事你知道吗 所以一旦把他哎 说我不拼用你了 他真的天都塌下来的 两眼一抹黑啊 不是两眼一抹黑 就眼睛一黑夜世界就没了 知道吗 就不存在了 那种绝望感你真的是无法体会 所以我是很感恩的 我很晓得二十多三十岁左右我就离开了单位 我就开始念汤 我就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吃的苦 那真是车载斗量 但是现在我习惯了呀 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的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这个时候 我们当我们讲弱势群体的时候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思啊 第一个意思就是干得好啊 我支持这个知识分子手洗道落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来到一个现象层面 你从事实到现象嘛 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路径嘛 是吧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斯文扫地开始手洗道落的时候 你真的就你要一定要记住 这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代 已经大灾难的脚步声轰隆轰隆的向你撵过来 所有人都将小命不保 真的不骗你啊 接下来中国会出现巨大的灾难 我跟你讲两个例子啊 讲两个例子啊 两个知识分子造反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灾难 第一个在第一个例子就是太平天国 晚群的时候 在洪秀全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啊 就是一个自认为很有学问 自认为很有抱负 自认为治国平天下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都没问题的人 然后想考 想考 考什么举人 想这个 需要什么什么 啊 金榜提名嘛 八股嘛 那个时候八股考是吗 是不是 啊 就考了好几次没考上 就这么一个知识分子 你让他怎么活吧 他本来的人生的志向 你如果说那个时候晚群的这个朝廷的命官 如果说哎一下子突然觉得他考上了 那个人的中国历史上 晚群的历史上就没有太平天国了 你知道吗 结果呢 红学生就没考 连续考了 他们说他考了四次 没考上 最后就干脆去造反去了 知识分子造反是非常可怕的 他心里充满了对这个体制的愤怒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是想成为这个体制的一员的 结果呢 这个体制啊 不屌他 不要他 而且还不断的羞辱他 最后他没有办法 他就干脆去正逼一呼 因为毕竟会写文章嘛 是吧 啊 会忽悠嘛 你知道吗 知识分子造反是最可怕的 红球全的太平天国 至少在中国杀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导致晚群直接这个什么 叫做什么 病如高荒的就是太平天国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 有人做过一个叫做什么 量化历史的分析啊 量化历史的分析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 晚群至少还能活一百年 还能够继续坚持一百年 没有问题的 太平天国直接 让晚群的寿命缩短了一百年 这么大的损失啊 这么大的打击 后来接下来的其他的那些个事 都都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真正对晚群构成巨大的毁灭性伤害的 就是太平天国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造反的故事 知识分子造反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由于他愤怒 由于他了解这个体制的这个问题之所在 所以他动起手起来 他完全是没有底线 非常的残忍 知识分子造反 你一定要记住 比农民造反更残忍 我跟你说 所以你有很多人把这个太平天国 归结为是一个农民企业 完全错误 他是个知识分子起义 知识分子打家接舍的故事 这是第一吧 那第二个知识分子造反的人是谁啊 就是民国时候的 也是干晚群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大炮 孙中山 孙中山也是一个曾经渴望有高 就是高学吧 叫什么 金榜中状元的这么一个人 知道吗 一直想谋一个一贯半职 哪怕当一个支线也行 他就是没有机会 考了一两次也没考上 最后干脆也就开始造反了 孙中山的心里是有火的 有巨大的怒火 你知道吗 有巨大的怒火 所以孙中山在造反的时候 他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那绝对比太平天国还要严重 孙中山一开始搞的是特别的有模有样的 但是他欺骗了所有人 这只有几个人就知道孙中山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 他第一 他连俄是不是跟俄罗斯搞一块成功的在中国引进了共产主义 导致中国至今陷入了共产主义的挥之不去的巨大的黑暗之中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共两个人就就就就跪两个人 一个跪毛泽东 还有一个人跪孙中山啊 至于习近平要不要跪 那还还还习包子的本事到目前为止 还没那么大 但是一定是跪孙中山的 一定是跪这个什么毛泽东的 所以说台湾人跪孙中山 台湾的政客在孙中山的面前宣誓总统就职 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 孙中山成功的破坏了中国传统文明 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那个时候有好几个美国的传教士 长期给这个什么孙中山提供这个革命的经费 但是他们一直劝他不要搞暴力革命 不要搞什么什么什么一次革命 二次革命 不要搞这些事情 应该要要要要学习英国的光荣革命 因为孙中山是个基督徒嘛 所以你就知道 你看懂这一点 你看到孙中山 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孙中山的 对孙中山的批评之词 就是孙中山这个是国父啊 挺好啊 天下围攻啊 是不是是不是成功的推翻了 这个什么新海革命的成功推翻了 这个什么所谓的晚清王朝啊 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句话啊 有两句话 我要这么说吧 一个是叫做什么啊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啊 你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这是旧约里面的 你要战斗 是吧 这没问题 但是新约里面又有一句话 烦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 到底我是有武力还是没有武力 到底我是有暴力还是没暴力 哎 这是就看语境的 或者是看你的观念秩序的前提条件 你孙中山都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你两句话你都知道 你为什么你一定要在中国搞什么一次革命 二次革命 那个时候袁世凯其实搞得挺好 知道吧 如果没有孙中山这个这个混蛋脚黄 搞什么暴力革命的话 也许晚清 然后一直到袁世凯就是一个亚洲版的一个什么英国式的光荣革命 那了不得了 是吧 中国就能和平的或者是比较和平的完成一个现代文明的转型 结果孙中山非要非要搞暴力 我看过那个什么一些个资料好几个传教士啊那真是痛彻心扉的和和这个什么孙中山彻夜长谈 劝他不要搞革命听不进去 所以今天的中国变成这样的一个被共产主义深深奴役啊 我们说叫被共产主义的幽灵深深奴役的这么一个完全野蛮的恐怖社会啊 孙中山是绝对鞠躬之伪啊 孙中山说自己之二 毛泽东不敢说自己是第一 所以你看到共产党他们心里其实挺明白的 他们还在供着孙中山 那第三个人物当然就是毛泽东的 毛泽东也是个知识分子呀 毛泽东曾经也想混中国的知识分子圈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胡适他们当校长的时候 那时候请了很多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当教授 比如说沈从文啊 甚至包括钱中书啊 都是不见得有什么好的学历啊 还有还有很多个这样的没什么大学学历的人都去北大啊 去中央大学去当教授是吧 去南开去什么山东大学当教授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给毛泽东给一个教授的职位 有人分析如果说那个时候有中国有一所大学 比如说这个北京大学给了这个毛泽东啊 你让你当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然后呢在这个大学里面当一个讲师 那毛泽东的文章写的不错的呀 毛泽东的白话文啊 那是胡适都说了啊 要说这个白话文写的好那还非润智 润智莫属啊 那毛润智的白话文写的不错 你让他在北京大学的这个中文系里面讲讲白话文的写作 岂不是美哉是不是 结果就没人给他 最后就慢慢慢慢他就开始搞什么共产党 搞这一套开始搞暴力革命 你看毛泽东直接就大魔头 终于成了中国的皇帝 中国就活生生的就至少饿死了 他们说九千万人啊 加起来一亿多人被毛泽东干死 中国处在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 你说是不是 这都是知识分子造反的故事 所以我第二点从这个事实做到现象啊 我们再回到这个开头的这个新闻事实就是这个上海洋家主义啊 这个江文化主义 还有这个海归博士的这个手洗刀落的故事 你就知道当知识分子都开始造反的时候 中国将变得非常的可怕 还是那句话啊 还是那句话 中国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你上哪儿 法院没有道理 政府没有道理可讲 民间更没有道理可讲 我跟你说 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讲道理 就是你手中的刀子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中国是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如果还不能理解我说的话 你就想想太平天国死了多少人 你就想想毛泽东 这个孙中山搞 跟蒋介石两个人搞起 搞这套所谓的东西死了多少人 蒋介石是那可是 人类十大杀人魔王之一啊 你知道吗 然后毛泽东上来又死了多少人 就他两个都是知识分子造反的故事 所以我说这些话呢 就是我是比较怎么说呢 从事实的层面 从现象的层面 知道吧 我是非常同情这个海归博士的 非常同情杨家 非常同情这个江文华的 知道吗 真的 不容易 知识分子被逼到这个程度 谁都不要唱高调 但是从这个什么 尝试的层面 从历史的涌现的层面 从中国人的这个惯性 历史惯性的层面 你就知道当知识分子都开始这么 手起到落 开始无底下的造反 你就知道 中国人的又一轮的低于时光 真的已经到来 加上习包子在里面 配合的简直天衣无缝啊 没有习包子就没有杨文华 没有习包子就没有这个什么 党委书记 没有党委书记就不会有海归博士 手起到落的故事 且等着吧 每个人都要造报应 如果你愿意离开中国 你会躲过这一灾 你如果不愿意离开 你就等着吧 说不定哪一天你也吃了炮灰 谢谢大家